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校王大怒 武建章说这个 宁养耻儿啊 不养贼子 武天西的父亲呢 跟自己是叔伯哥们 他的父母早亡 这个孩子呀 是我把他养大的 那么对他跟对武云照 视如己出 对待他们俩人是一样的 武云照是我儿子 那甭说 严加管教 那么这个武天西不是我亲儿子 是我侄子 该怎么管呀 还怎么管 不怕你呀 不努力不上进 慢慢地教导你 就怕这个小偷小摸 这孩子呀 就毁了 可是老王武建章在武天西身上下的功夫啊 也不小 就因为这武天西呀 不爱念书 那要拿武云照来说 文武双全 上马提枪 万夫莫当之勇 下马拿笔 笔下千言 能写大块文章 武天西怎么样啊 武天西呀 这文末上差点 武艺上可好 甚至于说呀 比武云照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好 所以老王武建章的很爱这孩子 现在一瞧他偷东西 恨铁不称钢 这要是亲儿子 一怒之下 老王就许把他打残了 打成残废 我养的 不能让他小偷东西 忠孝王武养出贼来了 那可不成 但是呢 他的父母早王这是个孤儿 老千岁下不去手 就这样把他轰了 永远不许再进王府 武天西傻啦 武天西一琢磨 怎么办呢 干脆 找兄弟武云照商量商量吧 见着武云照一说 说我捅娄子了 武云照说你捅什么娄子了 我偷你爸爸的玉瓶 没想到正碰上 我也没藏好 啪叉一下掉地上摔了 摔了个粉粉碎 你爸爸呢 倒不是腾前 说心灯这玉瓶打我一顿 都没什么 他说我不应该偷东西 下令把我轰出府去呀 永远不许我 再进忠孝王府 兄弟你看我可怎么办 说着话 武天西呀 还真有点动情 皆因为呢 从小没爹没妈 那把忠孝王武建章 跟老王妃呀 就视作亲生父母一样 小孩犯错都这样 知道错了 可是悔之万矣 老王又在盛怒之下 那是一言九鼎 说完了这话 绝没有更改 而且呢 还是九牛不回的脾气 九头牛八匹马 拽不回来 武云照啊 对自己父亲 还是很了解 他一听武天西 说这话呀 他说哥一 这楼子捅的呀 太大了 我了不了 我要替你 上我爸爸跟前 跪地一求情 连我自己都告下来了 不但你这事了不了 我还得振奏 你要胆子回忠孝王府啊 嘿 要依着我爸爸那脾气 也不是回不来 兄弟你说我怎么能回来呀 怎么能回来呀 你就外边混去 多得混整了 混好了 混出模样来了 哎 您哪 是马草改棺材 这怎么讲 成了人了 我说你这叫什么俏皮话 马草改棺材 改成人了 哎 那你呀 就算行了 我爸爸就喜欢这样的主 他愿意这孩子有志气 说啊 这事我了不了 武天心一听啊 云照说的对 老王试着脾气 行 我倒是有力气 也有武艺在身 你爸爸教我这点武艺啊 在外面闯荡 够用的 可是有意见 我怎么混 我上哪儿混去呀 说的容易 这武天心呢 自由 别看孤儿 在王府长大的 锦衣玉食啊 小孩一时无忧 他没有这种忧患意识 敢真到了 要解决生活 最基本的 这些个问题的时候 那才叫一筹莫展 你别看这么大的力气 这么好的把势 武艺高强 就得说肩不能担担 手不能提拦 干什么都不会 我外边笨笨去 我想混出个人母样来 回头得到 你爸爸老千岁的原谅 让我回家 可我干什么去呀 武云照也不知道啊 武云照也是王府少殿下呀 他给他这个堂兄 也出不来什么正经主意呀 那左不是就是 你干个买买呗 你做个小买买 干什么不吃饭呐 哎 可做买买 得有本啊 我没钱呢 我原先我要有钱 我至于偷你们家东西吗 我偷着出去卖了 我不就为了 我自己花着痛快吗 哎呀 我这手里一分都没有啊 这倒好吧 这么着 你呀 在府外边 忍一天半天的 你先找个地儿住去 我呀 找我妈去 我妈心肠好 我一样给我妈 让我妈呀 拿点钱 给你当本 你看怎么样 好吧 武天心也没有别的主意 找地儿呢 先住去 武云照回家 可就见王妃 那么家里边 老王已经说了 武天心这孩子 让我给开除了 轰了 家里甭管谁 他要来 不许让他进门 他要耍横 找我 那么老王妃也知道了 暗含着对老王啊 有点不满 可不敢说 孩子们小 在他不懂事的时候呢 是爹妈双亡 你把他轰了出去 他是无依无靠啊 你让他上哪儿 这不是挤的 孩子死吗 老王妃呢 嘟嘟囔囔的 埋怨了几句 可也没敢深说 那么老王在盛怒之下 把孩子轰了 要说也后悔 可这人就这脾气 说出去的话呀 泼出去的水 叫覆水难收 这话说了 那就得这么办 一辈子就这脾气 叫言必行啊 是行必果 我说出去就得这么办 我要打算办什么 就得有个结果 那么老王妃呢 背着王爷 可就掉眼泪了 还真心疼天夕这孩子 云照来了 说妈 您给拿俩钱吧 老王妃很聪明 可就明白了 是不是你哥哥找你去了 对呀 我爸爸把他轰了 他没辙呀 那没辙 我给他出了主意 我说现在要回来呀 我爸爸也不能让他回来 不如外边混去 混个三天二载呀 混出模样来 再回家 那会儿啊 我爸爸气也消了 一看他也知道啊 改了 知道努力上进了 就得了 可是呢 我给出了主意 说做个小妈妈去 做小妈妈得有本啊 她哪有钱呢 那我说的 我说我回家找妈要来 妈无多有少 您给拿俩钱吧 老王妃一听啊 乐了 也只能这样了 都是好孩子呀 好吧 有道是适缓择缘 天夕呀 在外面做个小妈妈 过个三天五载的呢 哎 老王气消了也就让他回来了 云照说的对 得了 既然你哥哥跟你张了嘴了 那妈我给拿二百两 王妃有钱呢 做什么小妈妈给二百两银子本 用不了啊 那王妃不能少给啊 怕孩子在府外都啊 受委屈 给拿二百两献银子 云照揣着这二百两 回自己的屋 把自己的私房啊 又都拿出来了 感觉小孩啊 平常啊 很节省的 跟天夕呀 完全不一样 爹妈给的零花 啊 好比出去玩去 身上别让孩子空着手啊 带点零钱的啊 看见什么好吃的好买呀 这个钱 云照都舍不得花 他攒钱干嘛呢 买书啊 买自贴呀 看见有好的古籍呀 那都挺贵的 这个钱他就不冲啊 王爷跟王妃要了 他拿私房钱买 这回呢把这私房啊 全拿出来了 还真不少 足有这么三四十两银子 加上老王妃给那二百两啊 这就很可观了 找个包袱一兜 递了出来了 小包袱交到五天西手里边 哥儿两个是撒泪分别 说哥哥 能耐你是有 我也不怕你受欺负 可是第一 你长记性 这毛病得改 不怕这钱花完了 这买不做赔了 你再找我来 就怕你恶西不改 还偷 那这辈子 你就真回不了王府了 甭说我爸爸 连我都不认你 你可对不起 我妈这二百两银子 再有一个呀 你可多加小心 你从小在我们家长大的 外边怎么回事 你也不知道 你别看你有能耐 你这个文化上不成啊 遇件事 找那识文断字的人 多问问 听见没有 得嘞 云照 我的好兄弟 你说的都对 我听你的 我走了 就这么着天息 从长安城出来了 做什么小妈妈 什么不会呀 好在手里边啊 有二百多两银子 我先转又转又不 要说这二百多两银子啊 省着吃 省着花呀 转半辣中国地 也转又过来了 嫁不住五天息呀 他没吃过刺饭 在王府啊 不敢说锦衣玉食 反正是精密白面 他是没吃过刺的 尤其呢 老王跟王妃啊 念得从小孤儿 格外给他做小灶 他的食量又很大 那么他这出门 那这二百多两银子 就这么灶着吃 可是也吃不了 多长时间 眼看兜里 这钱的见少 天息也不傻 他一瞧啊 得 买买也甭做了 要断装 自己就不敢再住阔店了 不敢下酒楼了 也知道蹲小店了 眼看走来走去呀 走在洛南县 就是洛阳府啊 南边 这有个小县叫洛南县 到了洛南县呢 住个小店 刚到店里边 未曾住店的 问问店伙计 这店钱多少钱 我要在你店里边 搭火呢 火钱是多少 这跟刚出来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刚出来的时候 吃喝住行 不问价 吃完了喝完一磨嘴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还额外地给小费 他这扩哨啊 现在呢 眼看透的要没钱 知道得省啊 我先问问多少钱吧 我住得起住不起 我住你这间小房 多少钱呢 我们这小店 住一宿啊 您给二两银子 五天夕一愣 多少 二两银子 那么我要在你这店里边 搭火呢 我入火在你店里边 吃这火钱是多少啊 你要入火呀 再给二两 是住一宿啊 店前二两 两顿饭二两 一共四两银子 你打住吧 这店我住不起 天夕这一路上 好吃好喝好住 那大店也用不了 二两银子呀 你这小破店 有什么出奇之处啊 给我什么吃 我打定打定 要二两银子 是就瞧着 我是大头是怎么着 这不欺负外乡人吗 我在你门口 我打定打定 你们当地人住店多少钱 外省人住店多少钱 是就你这一店这行事啊 还是这几家店 都是这行事 少爷脾气饭了 五天夕也嚷嚷起来了 火箭一瞧呢 这主顾急了 赶紧秧给 哎 爷腿 您别嚷嚷 您嚷嚷什么呀 嫌贵啊 您可以不住 可是我告诉您 您就顺我这店往前走 推门挨尖问 哪家都这行事 还告诉您 就这么贵 您别看贵 还没好东西 就这一间屋子半间炕 挨住不住 饭呢 也没好饭 您多么淡不着 小店入伙 能给您做出什么饭来 我们不想卖这么贵 奈何一级 没有办法 就得这么贵 五天夕一听这话 不是买卖话呀 我说你这伙计可够逗的 你开的是买卖 你不说买卖话 那你得说出个理由来 我花四两银子 不能花美心钱的 我得明白明白 你这店贵的哪了 我要没住过扩店 许让你给唬了 我住过扩店的 房子比你大 吃的比你好 也用不了二两银子 你这张嘴要四两 他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就凭我们这县里边 他捐多 什么 捐的 您懂吗 交钱上捐上税 衙门里头啊 下的捐条太多了 什么捐都有 公摊 买不见呀 谁也跑不了 开店呢 开饭馆 开门脸 您爱卖什么卖什么 什么卖药材呀 卖布匹呀 卖平常生活用的这些东西 您甭管您卖什么吧 执事门脸 就得摊上捐 我们这县呢 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各种各样的捐的太多 住店呢 您交店钱跟饭钱呀 用不了四两银子 慢说四两 像我们这小店 您连四千银子都用不了 就可以走 换句话说吧 您呢 都是你方便 给 不方便 走了都没关系 等您办完事 回来路过 乐南县的 还住我们店里的 您再找吧 都行 但是这捐钱 一分少不了 各种捐 加一块 就得这么贵 武天夕 长安来的 自幼升党王府 你别瞧他文墨不通 武艺挺好 但他文墨再不通 他挨着这人 不是一般人哪 鸟随鸾凤 飞腾远 人半贤良 品质高 挨尽似金 挨欲似欲 叫进诸者赤 他身边 是忠孝王武建章 是武云照这样的人 再有一个 王府串门都什么人哪 王府串门没有 一般的人物 谭孝友 红荣往来 吴伯丁 哪位上王府来 都够身份 够品级 说出那话里 都四六八句 知乎者也以言挨哉 这个 武天夕再傻再笨 他也得明白点事理 我就没听说 住店交捐的 我交得着吗 可话又说回来了 不到四千银子的 店钱跟火钱 翻十倍交捐钱 我说你们这洛南县 都什么捐呢 我听听 哎呀 这话说多了 您要没事 乐意厅 我反正这会儿也没什么活 我就跟您道了道了 你坐这儿吧 你坐这儿 好的了 谢谢您赏座 这伙计还真爱聊天 坐这儿了 也得我跟您说 言先我们这儿啊 也没这事 我们那上任老爷啊 大概是任期满了 调走了 来了个京官 这京官姓风 叫风伦 谁 风伦呢 我太知道了 这个狗头 跑这儿当县令来了 您知道 我从长安来 我怎么不知道啊 那说风伦干嘛的 风伦呢 他就是奸向语文化级的干儿子 本来是个无理物 就是善于拍马溜须 天天呀 拍语文化级的马屁 他在长安城啊 他还真立过功 他干什么呢 咱们前文书交代过 杨广跟岳王阳素语文化级 老王没死的时候 给杨坚修这座人寿宫 修人寿宫的这位总管 就是这小子风伦 是大捞特捞 但是这小子机灵 他挣的这些个钱 他可不敢独咪 大刀切白菜 这一多半得 全都孝敬这些人了 什么语文化级啊 什么杨素啊 他都送重礼 那么这些人就保着他 简短说 这小子语文化级 一给他运动啊 好 他跑到洛南县 那当县令来了 语文化级那意思 你在底下干几年 干出点成绩来 我慢慢慢慢往上提醒你 再把你调回京来 可就为以重任了 所以放这小子 一任外任是上洛南县的 当县令来了 像那你倒好好干呢 这小子贼心不改 太贪婪 刚到任上 就开始派娟 那娟呢都出了棋了 跟您说我们这位丰太爷呀 打他来到我们洛南县 什么车娟船娟 桥娟路娟 人娟马娟 驴娟狗娟 养个小猫也上捐 他新娶一小媳妇 要纸粉捐 他娶媳妇 爱着大伙什么事 您就说的就是呢 挖进了洛南地皮三尺 跟您说 我们这封太爷呀 别的能耐 我们没敲出来 要说要钱 天涯第一 哎呀 还有毛驴卷 毛驴卷怎么回事 您从长安来的 您不知道毛驴卷 我没听说过 好 得嘞 也愿我嘴欠 谁让我好聊天 跟您说的呢 说的这儿了 得嘞 干脆我都告诉你吧 哎呀你通关说 我告诉你 吃饭不饱啊 说话不明 不如炖刀子杀人 我这人有急脾气 你给我说这毛驴卷 那么回事 伙计一给五天西 说这毛驴卷不要紧 不由得气 得五天西 是勃然 大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